今天要講的就是在學校那些教師 就一般忽略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拿著那些 改菜柚、塗改液 它有很多牌子 有很多品種 有些是塗改帶 有些是塗改液 有些是塗改液 有些是塗改筆 這些東西就很受學生歡迎 但我覺得呢 其實就已經到了濫用的情況 如果你是家長 或者是 學校教書的朋友 都想知道你的看法 這些塗改液對學習方面 有什麼壞影響 在那個短片的開頭 其實我們是默書的 大家都知道默書是要很專注 你要快 你一錯了些東西 就 是馬難追的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默書堂 它默書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塗改液 你可以想像一下作文堂又會怎樣 我教了一份筆記的時候 他們應該很留心去聽我講解一些東西 而是沒有 而是沒有 而是掛著在柔柔 所以在學習方面 就會大打折扣 其實是沒有需要去用這些塗改液 所以我在那個影片裡面 我就有教導同學 怎樣去改錯 像是一樣的 那樣的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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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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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用了人 You are addicted to correction pen 是否右手拿着衣服 左手拿着这个改错带 就会令到你很有安全感 改错带 改错油 Whatever 他们是帮你 还是害了你 I don't know in your school what the teachers think about correction pen correction stuff like this my impression is they don't discourage you this has become an epidemic 其实学校的先生应该提点你们 都不应该整日用这么多 Katy why don't you tell me about your school what the teachers said about correction pens do they allow you to use it No No means what They do not say that we should do the correction pen So they do nothing I don't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idea Kerry 你怎么看呀 是好还是不好 用这个改错带从这个学习角度 又好又不好 我现在访问你 有好又不好 好 OK 那说一句好的先 快点 好 但你写过 你插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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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呀 就是用改错带就有个美化的作用 就是好像你的手机有个美颜的效果 是吗 贪美 OK fine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 贪美 is fine with me 没问题 人都是贪美的 是吧 Uncle Peter 都贪美 是吧 By the way 你觉得我今天的发型展得好不好看呀 OK 有 OK 当然好看呀 谁知道OK 我也是贪美嘛 所以我又去非法 人是贪美的 这个是好的 根据according to Kelly 有改错带就漂亮一点 OK 还有没有什么好处呀 有没有什么十大好处呀 没有 没有 一个好处 OK 刚才 If I remember correct 刚才你说有好又不好 有辣有不辣 那现在不好是哪呢 改错带不好的地方 说吧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OK 还有没有 你两个就互相执对方口水尾 Kathy又说 又说这个浪费时间 你又说浪费时间 那是浪费时间 还在那里搏罪 You have to think 你刚才觉得我说一句话 我再说一句模仿语气 You have to think 嗯 似谁说话 李小龙 李小龙 其实对学习来说 你看看你 我现在用一个示范 你很漂亮 你有一个美颜的效果 但是 Kelly 我想问你 对啊 你就油了它 然后写回正确的答案 OK 我想问你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 white paint 这个白油下面 是盖着什么呢 就是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错的那个版本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啊 现在 我盖了个AR 你盖了个 就是TRAFFIC 你就写了TAR 是吗 是 OK fine you have a good memory 你的记性很好 but let me ask you this question 我想请问你啊 小姐 三个月之后 in case 万一你是想 混书 拿回Peter的笔记 这么漂亮的笔记 出来温习 Tell me honestly 要好老实说 OK 不像Katy的 不要老实 好老实到自己说 你还会不会记得 怎么错啊 还记不记得是TAR 没有 蛤 三个月之后 你还会记得 我常常都这样错 You expect me to believe this 这里刚才怎么错啊 你盖了什么错啊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的点子就是这样 我是死养残的 我的点子就是这样 可能你现在都记得 但是三个月之后 你不会记得 那对学习有没有帮助 没有了 因为我们学习 我是很serious的 知道吗 我很认真 Peter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明白吗 我是不会说废话 I'm not wasting your time 所以我停了教书 我都要和你们讨论一件事 如果那些错的假如 假如是没有掌握到的 阿sir 我没有掌握到 我哪里写正确的答案 没问题 我没有掌握到 我都看不到 你听我说 A 又要另案处理 如果我没有掌握到 那我写在哪里 那你就写一些space 特意留很多空位 你就写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为什么学到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将错的东西 和正确的东西 比较 原来三个月之前是这样错的 那你就更加学到 如果你现在收拾证据 毁尸灭绩 那你都不知道怎么错 面目无法辨形 所以漂亮是不重要的 你知道吗 在学习来说 再说你以前不是很臭样吗 对啊 OK 你起码比Katia 你以前比Katia 所以你 还有你刚才提出一个点 也很有趣 你说你都掌握到 看不清楚 那这个是你的问题 我研究过 那些考DSC的同学 他掌握是如何呢 你介不介意我示范一下 不介意 譬如 我一个人写错了 那我怎样写呢 很多男生 他感觉 很肉酸 跟他有仇 You never do this 千万不要 譬如 我要找些例子 譬如这个 这个错了 这个是你写的 譬如媒体那两个字写 那你怎样呢 那个呢 叫做 一下 那个英文呢 叫什么呢 叫slash 横切一下 你可以compare 那你便不欲酸 然后你再在旁边写 知道吗 高手就是这样的 高手不会浪费时间去 用改错带 记住我所说的 OK 由今天开始 OK Pull away your correction flow 你呀我一听 其实我益你呀 你不用那些改错带 改错带 改错带 你一个月省四十元 Understand 嗯 嗯 现在呢 我也要赞 Kerry 即学即用 是吧 一写错了 立刻 横切一下 那就不是 改错了 给我一支笔 不过 它那个横切 是很有趣的 是吧 通常呢 我们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这样的 它呢 就不是 它 它是这样的 我不是应该换个手机呢 不会有震 喂 其实这个难度很高 我没见过有人这样切的 你又不是左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千万千万不要学 Katy 这种呢 就叫做乌里马刹型 知道吗 我们那些不是 我们slash 横切一下 明白吗 它好像跟那个菜有仇 一样